王炳中中言Near 中言不逆耳 中言要Near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45分都会透过这个脸书王炳中的粉丝专页 还有YouTube王炳中的这个频道来这个首播 那么很多人在问了说我们是录播还是直播 我们现在的都是采取录播 然后呢炳中会在9点45分首播的时候呢 我也会进入及时聊天室跟大家互动 在脸书在YouTube我都会进去看大家及时的留言 所以呢有YouTube的朋友一直在问说那个王炳中到底是小编还是王炳中 很多人说那个是小编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我本人OK 所以各位看到YouTube呢这个及时留言及时聊天 像现在大家呢正在及时看着我们首播的朋友呢 你看到王炳中出来跟大家说大家好 那个就是我就是王炳中本人 然后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是当天傍晚预录好 然后晚上9点45分的时候首播 未来我们也会选择每个礼拜可能是礼拜五的时候 或者挑一天事先先预告就是完全真正的直播 那么直播呢可能就会以我回答大家的问题为主 那平常的钟言逆人呢就是以这个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啊 我准备了很多都是有评有据的新闻资料来给大家分析当下的时事啊 我想这个我也是一直希望说让钟言逆人能够开始树立起这样的风格 就是呢我讲任何东西都是有评有据啊 那么呢我有我的立场当然我不是像龙印台他们甲中立啊 庄清高我当然有我的立场但是呢我的立场也不是完全只是空洞的意识形态 我是有一定的道理和一定的凭据来分析事情 昨天呢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脸书推特 YouTube 这些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美国的社群网站 结果他们呢在前一阵子呢一连呢就删掉了200多个YouTube的账号 还有粉专的账号啊好多人的账号都被删 我周到很多大陆网友包括台湾朋友他根本不是大陆人 他就是台湾人啊就他所经营的粉专也被脸书删 那么你删人家的账号删人家的频道到底有什么理由呢 说是什么假新闻假在哪里你也要提出来啊 你总有说那你讲人家讲的是假那什么是真呢 结果也没有任何例子也没有点出来说到底是哪一个社群这个频道 哪一个账号散布了哪一个被认为说是假的讯息没有哦 到现在为止脸书推特 YouTube都没有讲到底假在哪里 然后他们给的理由叫什么很有趣昨天我已经给大家点出来了 他的理由第一个说这些账号都是大陆的官方 理由因为通过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在传播 我昨天就已经讲过了用统一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传播 就能够等于说他是大陆官方控制的账号吗 那我们看台湾的所谓网军部队你看那个亲民进党的账号 亲台独的账号他们也都训练有素啊 他们要挑说我今天就要批斗谁 我就要去洗谁的板也都行动一致啊 也都非常的看起来很有组织性啊 那难道说这一些行动组织有素训练有素组织严明 这个动作非常的一致的所有网络的这些网军部队 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都是蔡英文养的啊 而且事实确实台湾的政治人物都花钱在养网军嘛 柯P也养嘛蔡英文也养嘛赖清德也养嘛 因为赖清德自己公开讲啊叫蔡英文的网军不要再这个修理他 请有一点风度嘛 那就证明蔡英文有网军嘛对不对 那柯文哲有网军也是公开的嘛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每个月都要花钱去养固定的人在做操作 甚至呢可能一个人他其实扮演了好几个账号 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关公司都在做这些事 所以所谓这个动作井然有序不能等于就是大陆观 好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理由说他们呢会企图在香港拨下政治不和的种子 会扰乱香港的政治秩序 这个就非常的好玩了 会扰乱香港的政治秩序没错 那些暴民的所作所为的确会扰乱香港的政治秩序 也的确会让香港不和 但是呢是你们做的啊你们自己先做了这些事 已经让香港的政治秩序被扰乱 已经让香港的社会不和 然后现在别人在揭穿你们的所作所为 让社会有一个公平的依据 结果揭穿你们的反而被扣上假新闻 或者说揭穿你们的反而要背负所谓不和的这个罪名 大家不觉得很好笑吗 今天啊这个我就特别去上了台湾的一个网路的政论节目 结果啊这个跟我同台的呢叫做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 因为现任叫林非凡啊 那林非凡的前任叫做徐家青 他也多次担任蔡英文竞选时候的发言人 那么徐家青就说哎呀秉重你没有搞懂了 这个所谓的YouTube Facebook他们讲的这些假讯息呢 有的时候也未必说你一定有什么假讯息就被删掉 只要你的这个你发布的内容被很多人同时举报 好多人都检举你你就可能也会被下架 那就是了那所以就表示说这个你们民进党 或者说亲民进党的很多网军就一直用这种惯用手法 在消灭别人讲话的这个权利嘛 所以你们讲的好听叫做什么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都一起摆在这个公平的平台上 给大家去做这个评论做讨论没有啊 你们现在呢讲不过人家就来一些因的嘛 从网路上搞网军手法啊 你们也是训练有素啊你们也是行动一致啊 就一声号令要去消灭谁的频道 你们就通通去检举他嘛 所以在2014年我就不禁想起啊 2014年啊当时太阳花冲入立法院的第一时间 新党的粉丝专业啊就公布了他们的照片 然后说这个是暴力的法西斯 结果隔天早上新党的粉丝专业就被检举 到今天都恢复不了所以各位现在看的新党打假除乱 那个是2.0版那是第二代的新党粉专第一代的新党粉专 就叫做新党恢复不了了为什么呢 因为被很多人检举然后脸书就把新党的账号也关了 你说新党是个台湾的政党啊关大陆官方屁事啊 那我们也被关了啊五年前就被关 然后关的理由叫什么呢也是一样说 因为我们发布的这个照片啊有暴力有血腥会让社会不和 问题是这个照片就是你们太阳花干的啊 这个照片就是你们冲入立法院的真实还原啊 所以表示脸书都认证你们是暴力 然后你们检举我们的理由叫做我们散播暴力 结果就等于间接的你们自己承认你们在做暴力嘛 因为我们散播的就是你们在做的事嘛 然后你们这么的不要脸耶 还可以说新党在散播暴力所以要检举新党 就新党散播的就是你们做的事 就是你们冲入立法院的照片 各位看多么的荒谬多么的可笑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许多散布香港的真相的账号被当假新闻 偏偏他们才是真新闻 所以昨天也给大家看了 像这个去破坏地铁的啦 黑衣人破坏地铁啦 然后破坏的时候你看都蒙面 都蒙面做这种这个歪七扭八的事 做这种苟且之事 所以不能见人就要蒙面 大家看 然后你看这都蒙面嘛 蒙面去攻击香港的地铁 蒙面以后要干嘛 蒙面以后就要上演变装秀 所以昨天我也都给大家看了 好好的车厢会有一群男女在这里脱衣服 神经病啊或者说是暴露狂吗 还是现在我们的行动艺术这么的尺度这么宽 现在不只是搞哄趴 性爱趴关起门来搞 现在大剌剌的在这个捷运地铁里搞 会吗 这个就是黑衣人嘛 就是刚刚破坏地铁的黑衣人 现在民众报警了 他们还去抢夺民众的手机 民众要拍他们 他就不给民众拍 就跟他们看到 什么大陆记者啊 包括台湾记者要拍他们 就被他们要围欧 有没有 那个富国豪就被他们围剿 台湾记者不是差点也要被他们围欧吗 都是这一套嘛 所以呢民众报警了啊 就赶快换衣 赶快换衣 所以一群男女啊 就在这个地铁车厢就在那里脱衣 我们看 然后你看啊 这个都是在大马路也在换衣 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大马路也在换衣 通通都在这个签面秀 昨天我们都讲过了 港版的签面人 签面秀 所以大批的黑衣示威者呢 在月台换衣啊 车厢可以换衣 月台可以换衣 马路上也可以换衣啊 我们看 那么我今天还要特别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昨天有秀了一下 就是当这一些散布真新闻的账号 被西方的社群网站通通屏蔽之后 包括我的一个台湾朋友 他自发成立的粉丝专业 长期引用Russia Today 就是今日俄罗斯揭露了许多美国 美国在到处搞颜色革命 揭露了许多危机解密当中 所揭露出美国人 怎么干预人家的内政 结果连这位台湾朋友 他的粉砖也被删 所以这个根本跟什么大陆官方没有关系 就是现在这个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他们也在搞他们这个美国版的维稳 也在搞美国版的这个言论审查 美国版的核系 就这么一回事 今天我要特别再给大家看 就是最新发生的 各位看刚刚过去的周末 还没完 没完没了 现在在这个地铁的这个门口就纵火起来了 各位啊 台湾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我昨天都讲过了 台湾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捷运站明目张胆搞这个纵火 你看不被骂翻 所以什么香港都什么最有法治啊 香港法治素养最高了 什么比大陆台湾都还要高啊 我看狗屁 香港的法治都可以这样当街纵火 然后呢去攻击警署的 去这个找人家老人家麻烦的 然后在那边煽祸群众去搞非法集会的黄之锋 可以二放 二抓又二放 你说香港有什么法治呢 我现在就是大胆的要挑战了 香港什么法治水准很高 我看狗屁啊 香港的法治说 香港的港男在台湾杀了港女 然后逃回香港 就香港说管不了 然后到香港 香港的法庭也说 我们不管这个事 因为犯罪地不在香港 那你就把他引渡来台湾啊 只有说香港跟台湾之间 没有引渡的协议 没有引渡条约 没有引渡协议 好 然后现在说那只能通过 这个所谓的修例 把逃犯条例这个法规来修法 然后就搞了反送中 所以我也搞不懂 到底反什么 你反送中 那你们这些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那你们反送台吗 那送中不可以 送台可不可以 这就根本就狗屁 这个叫做香港的所谓法治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然后呢 台湾呢 现在这个民进党也很有意思 民进党啊 现在呢 都不断的说 我们没有介入香港 我们没有介入香港 所以大陆呢 现在呢 开始拿出了许多证据 然后呢 这个质疑说 台湾蔡英文 是其中一只黑手 在操控这一次 在香港的 这个所谓反送中 就民进党吓死了啊 民进党现在呢 这个不断的说 我们绝对没有介入 然后一边说没有介入呢 一边又搞这个擦边球 民进党的大佬们呢 也不敢说来见黄之锋 然后呢 就派这个林非凡 来跟这个黄之锋混啊 就要搞这个擦边球 然后国民党也一样 那就搞了一个立委 叫做江启臣 还有台北市议员 徐洪廷 也去和这个黄之锋见面 然后送他一个 这什么妈祖的这个护身符 我觉得台湾这个蓝绿两大党 这些都是莫名其妙 你去挺一个公然 找人家老人家麻烦 动不动看老人家不顺眼 就去叫大家 去搞这个老人家 去打大老人家啦 去这个讽刺他啦 去这个吐人家口水啦 然后呢 去那里这个聚众 叫大家去攻击警局 然后搞非法集会 拜托啊各位啊 现在我们看到香港的集会 已经变成这样了 请问国民党你接受吗 民进党我看都不敢接受 那你们在挺什么呢 你们在挺这个黄之锋 是在挺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莫名其妙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说 你们想要搞一种好像台独跟港独 有点黏又不太黏的一种遐想空间嘛 为什么我说有点黏又不太黏呢 因为要黏你干脆公开 你也是港独 又不敢 民进党国民党都不敢说自己是港独 然后呢你们想要介入又不敢真的介入 要不断的告诉大家说我绝对没有介入 那背后到底民进党有没有介入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只晓得 台湾多年来在香港一直经营蛮深的 这个是事实 因为香港是很有名的国际谍都 你除了有台湾的势力之外 国际势力在香港 简直是盘根错节 又因为大陆一直遵守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啊 所以也都不能去连根拔起啊 所以搞成今天这个伟大不掉 变成香港一个明明是中国的土地 结果呢 就跟台湾一样 你说台湾是中国的土地 但是没有统一就算了 香港明明还回归了啊 结果呢 竟然人家就直接在你的土地上 用你的土地来做反华前哨 来做侦测你中国大陆的情报指挥站 所以大陆这个一国两制也是搞的 让我们真的觉得很荒谬 然后法官啊 竟然一大票说都是英国籍 甚至就是个白人 在那里做香港的法官 你说这样的一个香港法官 那当然都把黄之锋放了呀 只有搞老半天啊 变成执法的警察 可能要吃官司 然后这一些啊 在那里煽动大家搞暴动的 可能都没事耶 各位 跟台湾一模一样耶 现在台湾的太阳花也是这样耶 什么攻占行政院的啊 蔡英文通通啊 不控告都撤告都没事 然后呢 方养宁到现在官司吃不完 当年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方养宁 到现在都还要整天出庭啊 所以你看这种台湾香港的法治的错乱 那好 民进党现在呢 都绝口说没有介入 没有介入 那我今天就要说啦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什么叫做假新闻啊 现在说什么 香港的这些真相 刚刚给大家看的啊 这些 说这些叫做假新闻 不是 这些都叫做真新闻 那么台湾现在反而呢 利用所谓假新闻 这样的一个这个理由 在干嘛 在打压异己 就是东厂的2.0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给大家来看啊 散布蔡英文介入民进党初选的假讯息 调查局抓人送办 哎呦 调查局就把你抓起来了 调查局就直接抓人送办了 然后还这个做很大的宣传哦 我们来看 调查局的网站 还把这个拿来当成是他们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工业在宣传哦 然后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 调查局这边说 提醒民众 非选举期间散布不实的言论呢 虽仅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 但是呢 等到未来呢 如果说开始进入选举了 还有选霸法的问题 哇好多法哦 又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又是选霸法 用这些法呢 来禁锢人民对于可受公平之事提出质疑的权利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当我们今天啊 我们看到真正在那里散布假新闻的是谁啊 是那些名嘴们啊 是民进党这个靠假新闻起家的啊 从以前选举的时候讲人家什么走路工抓到了 害得这个人家当年我们看到这个黄俊英老师最后含恨而终 民进党最会搞的啊 然后民进党呢 在那里散布啊 什么洗头兼洗脑啦 服帽过了以后就会洗头兼洗脑啦 在那里说什么 哎呀这个埃克法过了了 两岸三通了 就会木马屠城啦 啊 就什么 男人找不到工作 女人找不到老公啊 然后最后呢 做事到黑龙江去啊 这些不都是在那里散布恐惧吗 不都是制造假新闻吗 当年反服帽的时候 最有名的讲人家 这个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当时候呢 三十 三十秒内啊 他决定说 直接禁赴啊 这个到院会啊 那当时被讲什么 就说哎呀 你就这样子通过二读了 送到院会了 叫做半分钟 那时候被人骂嘛 但是其实 福贸协议在立法院已经躺了六个月了 前面已经审议了六个月都不讲 请问这是不是假新闻 好 今天明嘴讲假新闻 民进党讲假新闻 你要去告他 啊 你去告他诽谤 来了 他法院跟你说要保障言论自由 啊 明嘴对可受公平之事做出各种指控啊 質疑啊 哪怕令人难堪啊 只要可受公平 他评论都没事 评论都没罪哦 然后他如果做出了一些指控 诶 只要这个明嘴说 他看了某些资料 他看了某些蛛丝马迹 他觉得可以相信 所谓使其能够确信 这样也没罪耶 各位晓得吗 你真的是告人诽谤罪 要成立是很难的 诽谤罪呢 无限的保障 这一些明嘴的言论自由 可是呢 一般小民 一般老百姓 你没有明嘴的这个后台 你没有听起来好高级 资深媒体人 做你的护身符 哇 你看看 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就来了 我特别在今天要跟大家讲 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呢 它是个行政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人民 你不能直接去告某人 犯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你只能检举 谁才有这个权利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来送办某某案呢 只有行政机关 所以呢 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搞人的这个权利 掌握在警察检调的手上 也就是行政的手上 也就是讲白了执政者的手上 所以呢 执政者呢 动不动 他就可以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达到一种 嚇阻 一种恐怖 我们讲的过去国民党白色恐怖 现在民进党绿色恐怖 所以呢 你质疑蔡英文用不当的方式 介入民进党的初选 这个公权力就来了 说你这个叫假新闻 然后呢 你怎么证实 你不能证实嘛 因为你只能质疑嘛 所有的证据都在民进党党内啊 你拿不到证据啊 或者说我看了相关的新闻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 哎抱歉 你惹到了公权力 公权力就可以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办你 各位这样听懂了吗 所以今天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啊 那个徐家青还在凹 说哎呀你搞错了啦 社会秩序维护法只是管那些啊 说什么两天后会地震啦 一个月后会地震啦 造成社会恐慌的啊 就只是办那些 错啦 这个新闻在这里 散布蔡英文介入民进党初选 就被调查局用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而且例子还不止这个 包括说拿光头人 然后来影射 还没有名讲是苏贞昌哦 只是拿个光头人说 你们要这样子笑韩国瑜 那是不是我们看到光头人 我们也可以笑说这个光头人是谁啊 就这样子用一种戏虐的方式嘲讽 一样都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来送办啊 所以社会秩序维护法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民进党搞绿色东厂的一个 法律武器 问题是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标准呢 我们来看看同样是质疑介入所谓的初选 2011年当时啊 这个蔡英文的阵营 那一年蔡英文就参选总统没有当选嘛 2011年蔡英文参选总统后来没有当选 当时呢就质疑说国民党介入民进党的初选 然后讲话的人呢就叫徐家青 徐家青当时就说 泛蓝民众在操作 来故意这个影响民进党初选 害这个蔡英文他的民调变成不是真的 诶 当时候徐家青也质疑 蓝营介入民进党的初选啊 那请问如果那个时候的马英九 也学今天的蔡英文政府也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将徐家青送办 说你不能够没有证据就讲这个话 你是假消息就把你送办 社会秩序无法规定啊 说散播谣言足以使社会动乱 社会不安就可以送办 那到底怎样叫不安怎样叫社会动荡 怎样叫做谣言都由行政机关定啊 等到送办了以后你要申诉 你慢慢去打官司吧 你去慢慢宿愿吧 现在蔡英文就在搞这个啊 各位这样懂了吗 所以我们再来看啊 2015年的时候啊 我们看徐家青当时候不是 还有个很有名的就是他惊报吗 他惊报说阿扁有很多财产不明 来源不明的钱 然后连他也曾经被阿扁找过 说要拿一笔钱赞助他选举 那么徐家青说他坚持不收 然后呢就这个爆料 说阿扁收过建商几十亿 然后蔡英文也把阿扁给的钱退了 当时徐家青讲这个话 结果呢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候呢民进党好多人出来骂徐家青 那我们当时都是给徐家青鼓励的 我们都是说可受公平之事啊 而且徐家青敢于指控 徐家青说他自己也是当事人 他也曾经被阿扁想要给他钱 他不收对不对 那徐家青敢讲 那他一定是这个 他可以承担 那么阿扁本来也是公众人物 而且这么重大的事情 人人可以有所质疑 我们那时候也是都肯定 徐家青勇敢的讲出来啊 结果大家看 当时候的蔡英文主席 就说徐家青未经查证就转述 说愉悦发言人角色 还说这样不妥 所以说徐家青未经查证 那请问呢 你有办法查证吗 你对公众人物的许多这些事情 你也只能够提出质疑啊 一般小市民本来就是提出质疑 那么我听说过 当时陈水扁真的有拿钱给我 我没有收 但我可能当下没有给他录影下来 没有拍照下来 你现在要我拿出证据 我也拿不出来啊 对不对 那所以当时候的这个 我们都肯定徐家青去揭发 去对可受公平知识 发表他的言论 那么当年他在指控 国民党介入民进党初选的时候 也没有见到国民党政府 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来办他 可是今天在蔡英文 所谓转型正义的统治之下 竟然散布蔡英文介入民进党的初选 就可以劳驾调查局 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对一个人民来扣上 所谓社会动乱了啦 国家安全啦 会受到危害的大帽子 所以啊 用社维法去对付这些小市民 然后用国安法 来对付新党我们这些青年军 口口声声还说在转型正义 各位不觉得非常讽刺吗 今天民进党的人呢 他们开口闭口就说 哎呀共产党善于宣传 共产党很会渗透 共产党很可怕 所以啊我们呢就可以搞一大堆的 什么中共代理人法啦 国安法的修法 要来这个保密防碟 我一听啊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笑耶 你们口口声声要转型正义 要把过去国民党的戒严 你们说那是不义 可是你们满口现在讲的话 都是戒严口吻啊 当年国民党建立他戒严的 合法理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 就在于讲共谍很厉害 共匪很厉害中共很厉害 所以当年国民党讲啊 中共亡我之心不死啊 中共会蛊惑人心啊 所以我们通通都要搞一大堆法 来限制你们啊台湾人民的讲话自由啊 这个你连讲了一个言论 你自己认同 他说你这个叫做为非宣传 对不对 过去国民党这么搞啊 你读马克思主义 他说你为非宣传啦 你可能讲了一个话 你说两岸不应该一直内战下去 我们要结束内战 哎抱歉这也是为非宣传啊 当年很多人说反攻大陆不可能了 也是为非宣传啊 当年国民党都搞这个 今天你看 民进党换了一个词 为非宣传变成叫做中共代理人 意思一样嘛 就说你们在为大陆宣传 所以呢 这个旺中也被他们这个贴标签 就说叫红媒 所有这个在两岸经贸往来当中 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应该要让两岸关系 能够往前进的 所有都把你讲成说 你就是这个因为在大陆有赚钱 所以你就是帮中共讲话 奇怪了在大陆赚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啊 为什么不能够在大陆来做生意呢 反而你们这些搞台独的 你们今天被人家揭开来说 你们过去在大陆就业在大陆创业 比如这个黄杰的妈妈什么到大陆去卖茶啦 什么陈伯伟过去在大陆拍片啦 什么一大堆族繁不及被宰的啦 还有我常常讲的这个何志伟 你的家族在大陆阳性银行啦 这些你们才反而才应该被批评嘛 因为你们两套标准 你们自己搞台独还在大陆这个赚钱 那平常的人今天支持统一的宣扬 两岸应该要和平发展统一的 他们在大陆赚钱 反而是正大光明啊 就因为他们觉得在大陆交流 在大陆赚钱是对的 所以希望让更多台湾的人民 都能享受两岸经贸的红利 都能享受两岸统一的好处 不是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 今天民进党的人口口声声啊 都回到国民党当年那种戒严口吻啊 那我必须要奉劝民进党 我也在这里先预言 那就是过去国民党 永远只会说都是中共的错 过去国民党呢 兵败如山倒 败退来台湾 就说是因为中共啊 蛊惑人心 中共如何如何罪恶滔天 如今呢 民进党自己执政啊 到今天三年多 执政没半步 只会天天搞澳部 那现在呢 澳部就是搞修法 搞什么国安法 什么东西都推给是国家安全 都推给是什么中共渗透 那么可以想见的民进党 你的命运也会和当年败退的国民党一样 当年国民党曾经走过的今天民进党 你们也会步上当年国民党的后尘 我们就看明年民进党恐怕他的命运 如同当年从1945到1949国民党的命运 今天蔡英文政权民进党政权 从2016走到今天2019 明年2020 我们看到当年的国民党就会是 今天明天的民进党 今天钟言尼尔讲到这里